郭文貴議員 各位與會的嘉賓跟我們線上 參加這次大會的醫學教育 或是在醫學領域的夥伴 大家午安 我們今天這個Session 非常高興的邀請到明清副教授 來跟我們做這場的演講 我先簡短的介紹一下林教授 林教授目前是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的副教授 他在國防醫學院在2016年取得Life Science的博士 所以是生命科學博士在2016年取得 到現在2023年今年剛升上副教授 不是今年 sorry 在兩年前升上副教授 我記得過往他跟我講說 我們在哪裡 我曾經來國防的時候 中間有一個break 我們就去了喝咖啡 那時候覺得他非常的junior 非常的promising 那國正現在還是非常的promising 那他目前也是三種醫院的這個 AI Center的 AI OT Center的這個主任 主技術的一個這方面的一些帶領團隊來做一些相關的 不管是在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或者是一些醫療的發展 那這一方面的表現非常的卓越 那他今天要給我們帶來的演講是 Unveiling the future of cardiac care AIECG and its impact on clinical trials 我們非常的期待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鏡頭交給我們的林教授 謝謝呂院長的這個介紹 那我今天就是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在就是AI開發 然後還有目前執行到的這個經驗跟大家分享 好我們首先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我們想要去把這個健康問題來解決的話 我們大部分的疾病我們需要用到系統性的篩檢 那這是目前台灣有的系統性篩檢的program有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大概就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可能需要更多的這個篩檢服務 但是問題是這個資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怎麼樣可以讓我們的這個疾病 可以獲得更廣泛的這個解決 這就是我們想要focus的問題 好那如果你想要把疾病 你想有一些不在系統性篩檢的疾病裡面 你想要把它identify出來 最好的方法是透過一些方式去把高風險的族群識別出來 再為它進行安排進一步的檢查 有兩種目前比較常用的方式 那第一種是多基因風險評分 測個基因然後決定你可能有什麼樣的risk 那之後密集的follow up 有非常多的疾病像乳癌之類的很適合用它 另外一種是一些臨床風險評分 舉例來說我現在這邊貼出來 是一個心臟病的分數這樣子 分數超過某一個程度 那你可能就要接受密集的follow up追蹤 好處就是這樣可以減少資源需求 效率很高 那它有一些限制 主要是準確性 並不是這兩個方式 並不是針對所有的疾病都非常適合 我們很希望可以用基因風險分數來預測 可能像糖尿病之類的疾病 但它就是非常困難沒有辦法 那並且臨床風險評分 有時候會遇到缺失數值的問題 我們可能這個病人就是沒有測什麼東西 那你就沒有辦法做這件事 即時性以及有限的疾病都是它的限制 所以我們想到一個問題 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有什麼檢查是經常進行 然後或者是容易執行 那並且它單一一項檢查 單一個資料就可以有效的去識別高風險族群 這樣我們就可以解決上面的問題 我們這邊用一個例子 來跟大家講這件事情並不罕見 在腹部CT中 有時候我們可以 胰臟癌是一個很重要的疾病 但是大概它不太可能會被執行系統性的篩檢 但是如果你因為肚子痛或各種原因 做了腹部CT的檢查 有時候不小心發現 你就會獲得額外的治療 這個東西我們叫刺激性篩檢 這些影像檢查通常定期會進行 包含了非常多的訊息 有時候不僅僅是你想要去執行它的原因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利用它來進行更多的高風險識別 要利用這些數據的話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醫學知識的差距 這些影像需要非常多的研究 才有辦法去知道說我到底要怎麼從它的這個 怎麼樣擷取它的資訊 它代表什麼樣的臨床疾病 我們以心電圖為例的話 對典型的應用就是去偵測 教科書上非常清楚的一個例子 那稍微罕見一點的應用 就是這個很難 可能要判斷高血甲 那可能醫師 那個教科書上也有寫 但準確度普遍不高 可能還需要更多研究 那還有更多奇奇怪怪的這個 我們覺得有機會 但是其實可能因為缺乏研究 然後導致沒有辦法 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指引說 到底應該怎麼做 像用心電圖預測心臟衰竭 但是在過去 大概Mail Clinic 已經把這個 就是用心電圖做AI分析 他們已經發現有非常多 以前我們大家人類以為 沒有辦法看得出來的疾病 像是正發性的心防戰動 或者是Low Adhesion Flection 這些都是沒有辦法 但是他們都做出來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 AI它其實是有機會 可以去解決這個Nodic Gap的 然後透過AI 也許我們可以發揮 我們的影像檢查更大的潛力 好 那這個 醫療器材軟體開發的過程 主要首先你要先進行影像收集 然後接著要做影像標註 然後接著training data 好 這個過程 其實你需要獲取數據 其實非常困難的 那標記也需要大量的人力 那我們的解決方法是 我們使用電子病例的人工智慧模型 我們可以預期 就是在我們的database裡面 這個心電圖跟lab data 它可能會在不特定的時間進行檢查 對於同一個病人的data 我們將它merge起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pair data 得到pair data以後 我們就可以拿它進行training 同樣的方法 我們可以apply在echo cardiogram 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樣的檢查之上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用心電圖 有非常多annotation的一個database 這些模型我們都可以 這些database 我們都可以讓AI來嘗試一下 它有沒有機會可以預測出來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可以為它進行進一步應用 同樣的方法 不只用在心電圖 也可以用在胸部X光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那這是我們已經建構的 這個預測信息的系統 當我們的這個AI model 一旦辨認出這個病人 這個影像有什麼異常的話 我們會透過各種管道 去通知醫師或是通知病人 讓他知道說 目前他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是我們把我們的AI模型 把它真的納入 刺激性篩檢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機制 那這樣的一個就是方式 就可以讓我們很容易 可以進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得到那個real world evidence 來驗證一下我們的AI 是不是真的對臨床的這個 這個臨床實踐是有幫助的 好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像 我們可以把其中一半的這個 資訊系統的使用者 然後使用AI刺激性篩檢 然後應用在上面 讓他可以得到AI support 另外一半使用常規照護 醫師或患者都是有可能的參與者 那也許我們就會發現 有AI介助 對某些AI 就可以對病患帶來比較好的結果 那某些AI可能就沒有辦法 那這種方式可以幫助我們快速的去了解 到底我們要 哪些AI是有價值的 那我們第一個大型狀案是用心電圖 那心電圖它的優勢就是快速簡單 然後並且資訊豐富 那他記錄了很多訊息 那適合拿來做就是即性診斷 跟慢性診斷 那我們用了一個 我們建立了一個基礎模型 那去把這個心電圖做一個pre-training 然後之後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模型 用在剛剛講的幾十種 甚至上百種的annotator database裡面 那我們最後會發現 其實每一項我們都可以給出一個AUC 那我們最後可以找出一些 比較具有高準確度 及高應用價值的一個model 讓我們可以進行進一步後續的研究 那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心電圖 融融智慧潘弩物平台 目前已經有150萬的這個database 然後在全國14家國軍醫院 以及其他18個地點在進行這個使用 那有超過50種以上的這個模型 被我們identify出來 它是一個有高準確度並且高價值的 我這邊舉 我在 我再介紹一下 我們的這個人工智慧潘弩物平台系統 那心電圖 進行完檢查之後 會上傳到心電圖保存試圖器 醫師可以透過網頁進行查詢 AI也會進行及時的分析 那當一有結果之後 發現有high risk就會簡訊提醒 醫師可以上網去複合 我這邊跟大家介紹三個 我們AI ECG的應用 第一個是高鞋甲檢測 我們簡單的總結一下它的準確度 它準確度在高鞋甲症 AOC是0.93 低鞋甲是0.85 那比洗腎跟心臟科醫師高10%的準確度 在外部驗證的時候 也顯示出相似的準確度 最重要的是我們是發現 這個false positive的病人 比起true negative的病人 他們有更多的共病症 未來的狀況也會更加的不好 所以這告訴了我們是說 這個心電圖預測出來的結果 無論你認為它的真的還是假的 你可能都要給它足夠重視 我們進行了一個randomized control try 用剛剛我剛剛講的方法 隨機的有一半的醫師 或者一半的病人 他沒有被AI去support 另外一半就是接受常規的治療 我們主要這個RCT的主要的重點是 是不是病患可以接受到早期的 高鞋甲的降甲治療 那我們發現我們這個AI muscle的support之下 這個病人在一個小時之內 受到降血甲治療的比例 就從這個十幾%上升到了 大概將近40% 大概是以三個小時來看的話 大概是兩倍多 並且我們發現它主要有幫助的這些病患 它其實是那些比較borderline的這些病患 因為那些非常明顯的 假意志異常的病患 那個不用AI輔助的醫師 本來就已經看得出來 所以它對那些borderline的疾病早期的更有幫助 第二個我們想跟大家介紹的應用 是我們的用在這個 新興性猝死的這些病患 每個醫院都有一個自己的快速反應系統 主要是在病患的病患 惡化的狀況之下 進行提前的監測跟傳送一些訊息 去啟動後續的這個微重症照顧 那這個是一個 這個其中這個主動identify 出at risk的patient 它顯然就是一個 這個系統的一個核心 那大多數的這個監測系統 它都是基於就是一些 就是early warning score 像是news或者muse之類的 那它有一些缺點 那並且它有一些缺點 就是它需要很多數據集成 這跟剛剛前面講的一樣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大多數的RCT實驗 已經證明了 就是這些 又基於這個news跟news的這些系統 他們對病患的幫助其實是有限的 為什麼會有限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覺得 這些分數它其實只是幫助我們 把已知的vital sign的異常把它整合起來 它並沒有提供新的資訊 那所以說當然它的效果就會有限 因為即使沒有那些東西主動提示 這個病人這個血壓掉了 這個呼吸不正常了 那這個不需要特別的資訊系統提示 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 好那AIECG剛剛已經講了 它的資訊非常豐富 它甚至可以去detect 50幾種疾病 那它的資訊其實是非常豐富的 那在預測90天內全死因死亡率 它甚至比所有的集成分數 都來得更加準確 那並且最重要的事情是 在這個病人還沒有發生相關疾病的時候 其實AIECG它就有機會去提早的識別出 這些疾病潛在的徵兆 讓我們的醫師可以做continued monitor 或者是一些密集的處理 那這樣子的話就有機會 可以把這些疾病提早找出來 然後後面就可以降低死亡率 那我們做了這個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這個主要 我們這個intervention組就是 醫師因為不特定原因 執行完心電圖檢查之後 那他可能就會經過AIEI分析 AIEI一旦發現它是一個 high risk of mortality的狀況 他就會傳一個簡訊給這個 就是第一線的臨床醫師 那底線的臨床醫師就可以根據 AI的判斷 然後以及自己的這個看一下這個病人 那去進行後續的一個處置 那個control組的話 就直接用就是沒有就是那個 心電圖就是沒有AIEI輔助判讀 好那我們發現這樣的一個 AIECG的一個介入 它其實可以降低有傳檢訊的那一組來講 它降低了31%的死亡率 對於overall來講是降低了17%的死亡率 好我覺得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是 對於low risk group來講 就是AIECG不認為他at risk的那些病人 他死亡率會有一點點下降 好只好這邊我會覺得 他雖然是一點點下降 這樣已經是非常好了 因為有另外一種可能是他可能會提升 因為他去他被AI揭露了 他是低風險 可能會不會有去顧這樣子 但他還是有一點點下降 主要是在那些low risk 但是是borderline to high risk 那群病人 好那我們發現這些病人 為什麼這個死亡率會下降呢 主要是因為簡單的一個簡訊提醒 那他就會讓醫師啟動後續的 就是緊急照護的這樣的一個系統 這樣子 那啟動這樣的一個系統 意味著更多的檢查 像是更多的ICU 更多病人因為alert之後 住到ICU 在intervention組 有alert這群人 比起control組 有high risk 但是沒有alert這群人 ICU住院的比例是1.4倍 使用就是提早發現這個 嚴重心率不整 然後進行治療的比例是1.58倍 進行心臟差異波檢查的比例是1.36倍 進行一些其他PBMP檢查的比例是1.26倍 他們全部都有差異 好那我想就是在介紹第三個應用就是 我們用這個AIECG去預設Statemy Statemy是一個醫師本來就很容易 可以用心電圖來判讀出來的 但是唯一的問題是這個cardiologist 不可能去看這個醫院的每一張心電圖 所以在如果第一線醫師做完之後 在沒有AI的幫助之下 control組他們就必須自己解釋 他們認為有問題才會去問心臟科醫師 但是在AI的這一組的話 就是AI會直接傳簡訊給心臟科醫師 好那我們發現這個準確度當然是就是 就是如同預期我們在retrospective階段 得到了這樣的一個結果 Sensitivity大概88% Positive predicted value也有到88% 那時間因為AI的介入 那個等待治療的時間減少了 將近中位數減少了9分鐘 主要是AI有傳簡訊的這群病人 對於那些12%AI看不出來的病人 他們的減少時間其實是沒有的 這是非常符合邏輯的 有一個最重要的次要臨床終點 是減少物診的狀況 我們發現就是在intervention組 整個實驗期間內有7個 住院的Stame病患 但是control組只有一個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例子好了 這是一個護理紀錄 這個護理紀錄寫說 班內病人的主宿胸痛 高值值班醫師XX 實行12導引心電圖 那值班醫師表示沒有直徑變化 但是CV總醫師跑去說 應該要做心導管 這個一定是有AI提示 CV總醫師才有可能在值班醫師 沒有特別去詢問他的狀況下 他跑過去 那我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還有把我們的這樣的一套系統 把它部署到社區裡面 為了要讓更多的疾病進行早期發現 那我們這樣的一套設備 大概主要就是心電圖機 它是非常適合偏向 大概不到1萬塊美元 就可以把全部的設備全部都買齊 那這是實際上 執行心電圖的一個狀況 大概可能會 一張心電圖的成本 其實是小於10塊美金的 那我們已經 現在這張地圖上面所有的點 都是我們已經在這個 就是實際上有心電圖訊號 回來到我們這邊的所有的點 那這包括了非常多 遠離台灣本島的地方 就是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很密集的澎湖 或者是很靠近大陸的連江線 等等的地方這樣子 好 那我這邊找一個就是我們的示範地點 就是小琉球 這個也是一個離島 只是離台灣稍微近一點 大概有6000個居民 3000個長者 那他們資源非常不充足 有7間診所 但是沒有任何一家醫院 那我們在今年的5月開始 就是執行了 他的實行的系統性的篩檢計畫 好 那這是我們的篩檢報告 我們篩檢報告會發現 有一些病人 他可能就是有一些high risk的狀況 那我們如果這個AI 認為是低風險的話 那他就是定義檢查 健康教育就可以了 如果發現是高風險的話 我們就會去讓他去 轉轉至國軍高強總醫院 那由於小琉球交通 比較不方便的原因 所以說我們其實是兩 沒兩週 讓這些病人一起去 這些高風險的病人一起去 這個國軍高強總醫院 去國軍高強總醫院的整個流程 因為是預先預約好 因為病人的屬性就是類似 所以說可以在一天之內 把所有的檢查 心臟相關的檢查項目都完成 那在結束的時候 這個心臟科完整的檢查報告 就會交到病人的手中 那因為這些病人 要去高強總醫院一趟也是不容易 所以重點是這些報告 可以帶回小琉球 我們跟當地的衛生所合作 他們會進行後續的 就是根據檢查結果 進行後續的處置 到目前為止有784位居民 參加AI心臉圖篩檢計畫 那我們已經找到 21個心臟摔解 7個心房子戰鬥 然後80個有其他的 心血管疾病的高風險族群 那截至目前為止 小琉球是只有784個 但是在我們剛剛看到的 那張地圖上面的所有的 除了軍醫院以外的Site 已經超過了1500位 居住在離島的居民 已經參與過這樣的一個檢測 包括澎湖的萬安等等 那目前啊 這是我們目前已經有的 2021年的時候 有一些地方 開始已經陸續的使用 我們的這套系統 那到今年 甚至還有國際的 蒙古第一 以及第三中央醫院 然後還有一些 宜蘭花蓮 台東 屏東等等的這些衛生所 有考慮到開始使用 那現在啊 它不只是在這個社區 在居家 我們也可以利用居家裝置 包括使用這個 Apple Watch 或者是一些居家的 新電圖的裝置 這樣都可以進行這個 訊號收集 那這些現在都成為 我們電子病例系統的一部分 那病人只要使用這些 裝置進行檢測 AI進行real time的判讀 那它也許就有機會 在早期還沒有出現 任何徵兆的時候 就被我們發現 它可能有什麼 什麼樣的狀況 要進行即時的處理 好 那我在最後的 這邊 就是 除了AIECG以外 我還想跟大家介紹一些 我們其他 已經進行到一定程度的一些 就是成果 舉例來說 在胸部X光的這樣的一個 整合判讀平台 那在目前 我們之前已經發表過一篇 paper我們也發現了 胸部X光 原來它也可以去診斷 這個心臟衰竭 那這個是很神奇的事情 一樣就是在 在我們發表這篇paper以前 這個沒有人知道 原來胸部X光也可以看出 心臟衰竭 那這個Editor還寫了一段 comment 他說這個 它是很難相信的 但是AI就是這麼準 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這件事情 我們有做過 這個外部驗證 我們有跟那個 台中的中山副一合作 那它真的這麼準 真的很神奇啊 就是有很多 AI做到我們 很多做不到的 我們整個人工智慧 胸部X光的 疾病篩檢報告 目前總共有大概 十幾項的一個檢查結果 那我這邊跟大家介紹一個 我們目前做的最好的一個 project就是我們的 骨質疏鬆的一個篩檢 刺激性篩檢的一個 就是 就是 試驗 這個骨質疏鬆 刺激性篩檢的結果 我們利用的是 病人在2022年一整年 所有的胸部X光 他的胸部X光 如果 有超過三分之二的 胸部X光 被我們認為是 高風險骨質疏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會在2023年的時候 其中 其中把他們隨機分派成兩組 一組是 screening group 一組是control group 在screening group 我們就會給他 這個 就是提示 就是說 你好像是骨質疏鬆 高風險族群喔 那你要不要進行 進一步的處理 那我們發現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 下一頁 上一頁 我們最後 進行這個trial 我們發現 在screening group 的2490幾個人裡面 大概有315個人 願意 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提示 然後他去進行了 額外的骨密度檢查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 這些人裡面 又有75%的病人 他是真的有 Osteoporosis的 所以說這個 陽性預測值就是75% 那這些人裡面 又有3分之1左右的病人 他們最後就進行了 這個就是 藥物治療 那藥物治療 就意味著他 後續有可能會去 降低他骨質的機率 相較於control group來講 他這個 發現這個 New onset Osteoporosis的效率 是control組的11倍 有這樣的一個提示 找出了很多 就是 這些病人 在常規照護中 通常會被忽略的 這些骨質疏鬆病患 那這也是 AI刺激性篩檢的一個 我們覺得 最重要的一個效果 那病人他其實並不是 去執行 系統性的 這個骨質密度的一個篩檢 他做的是 不因為特定原因 所執行的胸部X光 那最後 我們就會發現 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疾病 這樣子 那未來我們正在開發的是 多摩泰的AI模型 那多摩泰的AI模型 是我認為目前 下一個最重要的突破點 那現在的多摩泰的AI模型 你主要的training的方式 是把一張這個影像跟一個文字 然後一起丟給這個AI模型 然後希望他可以辨認出 哪一段文字是屬於哪一個影像的 直接這樣講是很難去理解他們到底是怎麼用的 我們再看一個在醫學裡面的範例 這是去年哈佛大學的團隊做出來的一個實驗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你把胸部X光跟胸部X光的報告 一起喂給這隻AI 讓他辨認哪一個報告是屬於哪一個影像的 那你在influence的時候 你就可以給他兩句話 問他哪一個是你的報告 問他說你有沒有肺炎啊 還是沒有肺炎啊 這兩個哪一個跟你的報告比較像呢 那他就會給個相似度 那給個相似度 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問他任何問題 他都可以給個相似度 好所以是沒有錯的 他不需要任何標籤 他只需要文字 他只需要文字報告跟AI影像 他就可以直接做出 我們叫ZeroShotted Prediction這樣子 那ZeroShotted Prediction的準確度如何呢 雖然說這個下面是他找出來的幾個 Label的準確度 雖然說比起有樣本的學習 他的performance是稍微低一點 不過沒有低太多 大概低個3%到5%左右 那這個就已經非常棒了 因為他節省了非常非常多 就是重複開發不同模型的一個時間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未來計劃是在進一步 建立我們的多模態的醫療AI 那我們的模型的左邊 一樣是輸入image或是signal signal是可能包括這個心電圖等等 那右邊就是輸入一些structural data 或者一些text input 我這邊舉一些範例好了 左邊要輸入一張心電圖或signal 大概是比較容易想像的 右邊我們的第一個example是 以心電圖為例 我們可以輸出 給他另外一個心電圖的報告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跟上面 上一頁那篇paper一樣 我們可以知道說 那些我們報告裡面有的訊息 我們可以問他說 這張圖是心防戰動還是normal science reason 那請你二選一覺得哪一個報告 比較像是你的報告 那他給出來以後 這個我們就可以拿來做 zero shot prediction 我們再進一步的話 我們也不見得只能夠把報告給他 我們還可以把這個病患的一些個人資料 譬如說性別年齡一起留給他 請問一下年齡60歲男性加上normal science reason 是不是比較像這一張心電圖的 還是是別的報告才是屬於這個心電圖 讓AI去判斷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把心電圖的報告 換成其他種類的報告 那這樣子的話 AI是不是就有機會可以看出一些 人沒有辦法看出來的一個可能性 那我們再更進一步 我們還可以把 除了我們可以把報告換掉以外 我們還可以把一些 刺激性出現的lab data把它放進來 那模型就有機會可以來進行 這些就是用心電圖 加上年齡加上性別 加上不特定數目的這些檢驗結果 來進行最終的zero shot的預測 它的預測方式可能會是長這個樣子 如果一張心電圖或一張胸部的情況 加上你問他性別 他就會給你一個predition 因為性別是在剛剛structural data的input裡面 你可以隨機的把它mask住 問他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性別 那你也可以問他說 這張胸部的情況 請你預測law hydration friction 他也會給你出一個數字 這個是有機會可以做到的 那他也可以進行 像自動打報告之類的方式 你可以給他ecg 請他講下一個字 他講出下一個字 講出normal之後 你就再把它輸入回來 再請他講下一個字 那就可能會繼續往下講 他可以自動的生成一張報告 他也可以進行報告跟影像的一個搜索 這個在做教育的時候非常有用 就是有時候我們要找case 我們想出了一個教案 想出了一個情境 但是找不到那個病人的胸部的情況 或找不到那個病人的data 透過這種方式他就可以去搜索 你現在打出來的這份報告 最像database裡面哪一張圖的 你就可以把它找出來 那第四個就是zero shot prediction 剛剛我們已經說過了 我們可以告訴他說 這個心防戰動沒有心防戰動 這兩段文字哪一段比較像你的 那你就可以做出zero shot prediction 好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最右下角的 這個模型最大的潛力是 右下角的這個應用方式 你不見得只能夠輸入心防戰動 跟沒有心防戰動 你可以告訴他男生50歲心防戰動 和男生50歲沒有心防戰動 到底哪一個更像的報告 那些其他的那些其他的structure data 會一起進來input進來 然後去enhance這樣一個模型的performance 那我們大概就是目前初步做出來的結果 他確實在抽取高階特徵的能力上面 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加上這個text report 他其實是在醫療 如果比起那些structure annotation的話 他的取得難度對我們來講 是低非常非常多的 好那我今天大概就報告到這裡 我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以及團隊成員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